《野馬分蹤》 《白鶴亮翅》 手舉高一點 對了 手揮琵琶 爺爺,手要提高一點 夠了嗎 手揮琵琶 快就快了 爺爺說我出生那天 是1960年,農曆正月初一 所以幫我改名叫做靜一 四歲那年,我們搬來滄洪村 這裡很漂亮,很多顏色 我最開心的就是星期一 可以上美術堂畫畫 由於不停畫 我的東西用錢 就差不多用完來買顏色筆 畫筆 每個月,我們一家人都會去西貢旅行 走… 最重要的是 爸爸那天 會借他的相機給我發揮一下 但每次他都不太欣賞我的眼光 在世貢旋 唐河的照片是誰拍的 這裡有沒有別人 你不相信我的攝影技術 年輕人,自己招呼自己吧 龍眼鮮鮮,應該很甜 真的可以吃嗎 可以吃 明明沒有味道,又說甜 她說家裡沒有人 又突然多了一個傭人 這個婆婆真的有點古怪 之後每次去西貢 我都會去探望婆婆 因為想再看牆上那堆河花 後來二姐告訴我 她跟了婆婆幾十年 婆婆三年前中風之後 就不能落地走路 她還說婆婆這麼喜歡我 是因為婆婆年輕的時候 都是喜歡假衛術 不是外面那棵樹嗎 那棵樹就是龍眼樹 你吃過吧 這裡呢?這裡來的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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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還叫媽媽帶我去婆婆 以前拍過照的地方 看看那些樹現在有多高 看看我會不會拍到婆婆的水準 婆婆說第一次見到公公 就在這棵樹下面 她說公公走了 現在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等著她 我年輕的時候 婆婆 你看這些 我這些也不差 我這些也不差 朱音媽,有水了 來 鼓鼓來了 兒子,先洗澡 先洗澡 那些水 我不可以先給她們 好… 跟魚先洗澡 有些樹 爺爺是家裡最明白我的 還幫我改了一番名 叫做靜一傻仔 升上六年級 那些功課多了 今個星期作文題目是我的自願 一時間不知如何選擇 我想做建築師 建一間屋在樹上 跟婆婆一起看日出 太猩猩 這次的比賽盤軍是黃靜一同學 這裡是十五角色 輕鬆一點 很慢 靜一 看見你的熟客仔 這棵聖誕樹收你十五元 那些四龍子 回家了 這堆東西 下次再來買 靜一 弄給我的嗎 爺爺 你的棵一早就完成了 好嗎 聖誕老日來了 你喜歡我吃聖誕樹嗎 喜歡 你喜歡有誰 練習 熟練 你喜歡怎樣 這是個小早上 好,我請在幫忙 我喜歡 你喜歡 你喜歡 然後我喜歡 像我喜歡 你喜歡 做得好嗎 我選擇 你不喜歡 是大尺 二十尺 你的白尺才只有三尺 兩把加起來才六尺 二十尺比這個天花板高 你知不知道 中二十尺要多久? 十五年 你能不能等嗎? 爺爺見我想不到 就和我來婆婆家實地考察 搬…搬來這裡做 婆婆在那裡 她就可以看這棵樹 這樣就行了 對 對吧 但發覺搬運費要儲18年 還是用錢? 比在婆婆家裡種一棵樹 好 黃老闆 靖一 又是你一個人來嗎? 今天有甚麼要光顧? 我… 行,我送她三張給你 小婆婆,拿三張卡紙給她 謝謝 這裏是香港商業電台的晚間天氣預告 預料明天天氣轉程 氣溫涉至二十八度 最高會到達三十一度 濕度大概維持在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之間 好,我去婆婆家了 我去婆婆家了 我去婆婆家了 小心點,這麼快等爸爸才行 婆婆,我又來了 靖一,你在做甚麼 待會又知道 我去婆婆家 在做甚麼 睡覺 我去夜間 睡覺 夜間 我看 好難が 太陽每次出來的時候 龍牙樹都會來找你 爺爺說傻不傻不重要 最重要是真心做好每一件事 我不是太明白 他叫我記住,但我就會知道 我不是太明白 他叫你聽聽不懂 那理由一名武士 我聽不懂 所以我聽不懂 如果 fail,我叫你聽不懂 剛才好像是在大陸 你平心才對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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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